聪明人只需三秒就能取下这个圆环 而脑筋不开窍的人 就算给他三天五天的 也未必完成 传闻这是古人用来开悟孩童智力的玩具 至今能取出来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把圆环往上抽拉 会被前段的底座挡住 根本就取不下来 把圆环往下移动 圆环又回到了起点位置 中间这个圆环是封闭完好的 想出来也是不行的 上面这个底座虽然可以转动 但是单纯的转动 似乎并不能帮助圆环脱筋 那该怎么取呢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 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 思维灵活的孩子一般 头脑反应快 他会举一反三 另辟蹊径 仔细看 不要眨眼 将圆环移动到上方的底座这里 虽然不能让圆环直接脱筋 但是我们可以运用逆向思维 将圆环套到上面这个凹槽这里 然后再旋转回来 这样圆环就轻松取出来 要怎么把这两个半环拼到一起 如果不动脑筋 你会发现上面拼不起 那如果先把上面拼起呢 下面的螺旋纹 这个时候又合不上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 有没有在家做逻辑思维训练 和观察力训练 思维能力好的孩子 他会用右手的环 卡住左手的环 再旋转340度 这样圆环就拼成功了 显如今的许多孩子放学回家 就抱着手机不撒手 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一对清华大学父母 给家里孩子玩了一个月的智力解扣玩具 孩子思维认知能力与专注力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款智力解扣24件套 不但能够让他们放下手机 还能够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 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从而激发他们对新事物的探索兴趣 还能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选对玩具 孩子授意中贞 快点击左下角安排一套吧